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如此甚好啊 如此甚好 王将军 既然如此 你率本部人马 做第二队先行 老夫率大军随后就到 末将得令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前面这山不错啊 大哥 你看这山好 想买下来做风水啊 你娃儿的 你哥我还没打算死呢 叫金兵死在这儿还差不多 对 叫金兵死在这儿 对 叫金兵死在这儿 兄弟们听令 在 枪弓应弩 两边伺候 是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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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重埋伏了 Brothers 我们重埔社来 梅兵死了 商量 Krishna 相信这 Rider 优伦 法 differenti 列宾 由chodzi 来人 给我搜山 是 把你带上去 让你转 什么 是 拿手 那种 让我 比如说 你 不 我 你 日 我 爹 我 好 将军 快抓 咱们回这儿 将军 有埋伏啊上面 有埋伏啊 什么 中击了 撤 你先回营 本将军一定为你转达 多谢王将军 这岳飞好手段 我做第二队就是想给他难堪 没想到他不用我救应 一出来就得此大功 将军 末将认为 岳飞这一路上 不知还有多少的功傲 这个功不能算给岳飞 怎么讲 岳飞凡事就您才能上报 这功劳不如算在您身上 反正上面一贯是不会插队的 也对 这一功我全且得了 以后再与他报吧 你马上修好文术 拆棋牌关送往大营去灵赏 是 兄弟们过来 待会等金军一到 给我杀他个片甲不留 王贵 你到后营王谢将军 拿口袋四百 火药一百弹 还有挠沟火炮火箭 牛狗 杨再兴 你们带一百士兵将乱石打下 叫他无处逃生 张宪 父亲 你们带二百人马 在山前听炮响为好 一起发现 是 去吧 牛马 是 待会去打金人的时候 你一定会看到一个 长着大驴脸 骑着一匹大花马 拿一把大砍刀的 那就是沾汉 你务必把他给我牵回来 要是抓不到他 你别回来见我 你放心吧 大哥 他就是长长翅膀 我也把他给你揪回来 宗帅 什么事啊 岳飞派人去取口袋火药等物 不知何用 末将细想 岳统治领队在前未曾败祭 怎么第二队的王歇 反而西败金人得了头功 此事 必有情弊 我也在怀疑此事正欲探究 倘若有人冒功领赏 那不是英雄气短 以后 谁还再为朝廷卖力啊 末将请命 前去探听消息 不知宗帅议下如何 也好 你前去打探 速去速回 是 好 必须 丁元帅 这岳飞用兵如神 末将带来的五千军马 折损过半 伤者多计其数 你这个无能之辈 报 丁大帅 前面山顶有南门扎营 请令定夺 大帅 怎么办 丁元帅 这岳飞用兵如神 既有南门祖路 近日天色一晚 就地扎营 且明日用兵 金人安营了 不来象山 明天天一亮 敌众我广 这面该如何是好 你们都给我在这待着 都别乱动 我去一金人过来受死 将军 您一个人却不妥吧 是 岳飞 驾 岳飞 岳飞这不是找死吗 岳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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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跟你玩了 大帅 不好 上马 保护大帅 完了 完了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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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文贵 快给大哥传信 好 停 停 大帅 前面好像不对劲 大帅 前面好像不对劲 大帅 前面好像不对劲 他本来を 大帅 大帅 あ 大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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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来 来 走 再行 我抓住湛汉啦 再行 再行 我抓住湛汉啦 大哥 你果然是神机妙算 我牛瓣是神勇无比 我把湛汉给你抓回来了 对 来人 对 来人 把他押上来 给我把牛狗拖下去砍了 大哥 为什么砍我啊 我是怎么吩咐你的 你中了他金蝉脱鞘之计了 什么金蝉脱鞘 岳将军 此人不是沾汉 此人是杀害刘阁将军的拓拔业务 你这小子 你敢骗我 骗你牛爷爷 打扮成这孙子样 大哥 他装扮成这样 我真的以为是沾汉哪 我 我 你要是真把我砍了 你连同他一块砍了吗 大哥 念的牛狗是无心之诗 上了他的当 饶他一次吧 大哥 牛瓣活出了拓拔 也算立了大功一箭 你就饶他这一回吧 是啊 好吧 念你是初犯 就饶你一命 下次再无我的军情 我绝不轻饶你 大哥 你这一回来 不会了 不会了 绝对不会有下一次了 牛瓣又不是糊涂人 是吧 你放心 我不会有下一次了 拓拔业务好久不见 严军 严军 你饶了我吧 我在蜈蚣山的时候 就饶过你一命 你不但不思悔改 居然还变本加厉 不然负荐 Cincク 来人 给我把他犯外来 你饶了我吧 阳将军 你饶了我吧 岳将军 你饶了我吧 岳将军 岳将军饶命啊 刘将军 我将替你报仇了 报 将军 不好了 卯宫的事败露了 没有败露 不过岳飞大败金人了 这倒省了咱们的力气 有什么不好的 金人厉害 我朝无一人敢挡 岳飞刚带兵就有这等本事 只用八百兵丁 就杀败了金人十万人马 还侵杀了拓拔耶乌 回去龙宫行赏的话 职位必定在叔父之上啊 所幸 我把这个宫野战 以后再给他报 末将正是这个意思 来来来兄弟们 紧张喝个痛快啊 来来来来 好 来 今日的酒 是老夫的寿辰酒 也是替大家准备的庆功宴 四水一战大获全胜 令人可喜啊 来 老夫先敬大家一碗 谢宗帅 干 干 这第二碗酒嘛 我要敬王谢王将军 仁皇上 末将不敢 王将军 你知道我要敬你什么吗 我要敬你胆大包天 厚颜无耻 冒功灵赏 触犯军律 宗帅啊 冤枉啊 宗帅啊 宗帅 王将军一向尽忠职守 您何读此言呢 杀退金人大军 是前锋岳飞 率领八百壮士的功劳 王谢不图杀敌 冒功领赏 现在朝廷正在用人之际 岂能让这个小人埋没功臣 以致赏罚混乱 前次打曹城 你就救援不力 我已经饶了你一次 这次我绝不轻饶你 来人哪 把他推出去 打了 是 宗帅 饶命啊宗帅 宗帅 末将再也不敢了 宗帅救命啊 既然敢出这种事情来 连皇上都饶不了你 要是杀你的头 就是杀你三次 也脾气不了中度 你死有余功 我进入地帮来 明天是草尔 现在是老异来的 这次就是杀戏 你们来看 又要死 这次弹 请可疑 神 甲尔 爹 有名 神 的 今次 我 杀则重 罚则轻 不如不轻不重打得四十军棍 皆大欢喜啊 宗帅 王将军报国心切 急于立功 一时糊涂才犯下此罪 还请饶他一条性命吧 宗帅 如今正是抗敌紧要之时 不如就留着王将军一条性命 让他以后奋勇抗金 戴罪立功吧 宗帅 还是岳飞所言极是啊 既然岳飞给你求情 老夫也就挽开一面 拉下去 打四十军棍 是 谢总帅 来来 我们继续喝酒 好 岳飞啊 我敬你 岂敢 先 杜帅 葡萄 微臣秦桧变 叩见皇上 免礼 谢皇上 四水关一战 你用何看法 会皇上 四水关一战 宗泽大元帅凯旋而归 这是皇上恩泽身后 福音护有 也是上天对我们大宋的祥照 那听爱卿这么说 就是我君必胜无疑 无论是宗泽 韩世忠 刘光世 任何一个将军出征 我们都一定会赢路 微臣不敢 皇上 宗泽大元帅 向来爱兵如子 令其麾下军心大振 这是有过人之处 可是榜样自天成 何妨云影杂 微臣以为 这都是皇上一直以来 修身仰德所致 秦爱卿的一番话 朕获然开朗 让朕感觉如沐春风啊 微臣俱俱肺腑 俱俱肺腑 那接下来朕当如何 灰皇上 我们和金人开战以来 金人一直以为我军将士不善战 这一次算是给他们一个下马威 让他们吃吃苦头 这么说话 我们大宋应该乘胜追击 不 不 皇上 金人会败 不是败在他们的步兵不逍遥 他们的骑兵不威猛 他们是败在自以为是 轻敌所致 这次已经给他们提了一个醒 如果再打就不会那么顺利了 皇上 您想 若他们再次打过来 恐怕我们会大祸临头的 这可如何是好 莫不如 不如朕趁此机会赶紧南迁 秦爱卿 你意下如何 臣以为是 夫人 老师还没到 不要失礼啊 在五国城的时候 想吃还没有吗 里面请 老师 秦大人 秦夫人 你们太客气了 应该我请你们才是啊 岂敢 岂敢 老师快请 好好好 老师 学生能有今日 还要多谢老师的栽培啊 举手致劳 举手致劳嘛 老师 如今你在皇上面前 可是得宠之人哪 往后还得多多提起老夫啊 老师 学生难归 老师 你以为为奇 可是 学生得到这样的恩宠 只是一时的 跟老师您完全不一样啊 老师可是三朝元老 朝廷的顶梁柱 皇上对老师 才是真正的义重 再说了 当日 如果没有老师那块玉佩 我跟夫人 早就命归西天了 老师 在 yields 你就是这香酒 找不到 你店的人 有没有 人家人 response 来 来 来 好 来 去 分回有事 您的气色很好吗 还是家里好啊 在五国城那边 哪是人待的地方 打死我我也不再去了 不是 酌晶在北边已习惯了 帮您见谅 是啊 有些事情是习惯了呀 我听说 秦大人 经常在皇上面前 替金人说话 没别的意思啊 我的意思是说 如果日后金人得了天下 你还得多替老夫 提写也提写啊 老师 秦�rei哪有那么大的能耐 再说 慧玉之恩 就算秦�os However kra 五国城 也永远不会忘记的 秦大人可真是今非昔比了 如今要想从你嘴里 掏出一句实在话 可比登天还难哪 宗帅 来如风雷 朕似雨 霸若江海 明清光 宗帅好见啊 不行了不行了 昨天晚上我多喝了两杯 今早就有些头疼 不服劳不行了 宗帅效命沙场 雄风不减 无等晚辈自觉惭愧 岳飞啊 你知道老夫今天找你来 是为了什么吗 请宗帅示下 岳飞啊 你还您庆 在官场当中 不像你在沙场杀敌那么简单啊 昨天我明明知道王谢 知法犯法冒令战功 我没有责罚他 你知道这是为了什么吗 还请宗帅明示 杜冲虽然是我的副帅 不过这个人城府颇深 作风老辣 而且在朝中的人脉甚广 根基颇深 老夫听说 杜冲是夜夜升歌 灯火通明 招待的客人都是朝中的重臣 还有商骨权贵 这个杜冲可是下了不少的功夫啊 这王谢以仗在杜冲会下做事 便胡作非为 做出冒领之事 依照我朝律法 该从众言办才是 不理会 有个人是 那个杜冲 就要是 没有外国 在杜冲 杜冲 这也就是 杜冲 在杜冲 你先指了 杜冲 王 不过是一时之快 如果因我而动摇了军心 那我就成了千古罪人了 眼下吐冲啊 他就会盯着你不放 他又是楚河之人 所以啊 我就怕你俩有争斗的机会 我刚刚接到了皇上的秘令 要重修临艳阁 我极力地举荐 让你们岳家军 去修皇陵 让我去修皇陵 皇陵乃皇家之本 豊朝之本啊 派你去 老夫非常地放心 如果把你留在宫中 到时候王谢和杜冲 就会找你的麻烦 你还年轻 我怕你难免中招啊 倒是眼下大敌当前 末将更愿意去浅险杀敌 在皇陵照样可以杀敌 你在那里随时听候老夫的调解 把你留在宫外 老夫啊就放心多了 末将定不负宗帅 阴阴之托 明明已经强度了黄河 眼看着汴京的城门 就要被我大金的勇士所占领 我万万没有想到 却在四水关马尸前提 人家打得体无完肤 有损我大金的体面 战喊他怎么样了 皇上 大将军他伤势严重 正在跳跃出中 这一仗损失太大了 皇上 这都是瞻含咎由自取的 我早说过了 咱们要是真刀实枪的 不一定拼得过他们 还是以和戴战吧 男人有句话叫 制大国如烹小仙 咱们等的就是这个火号啊 打便打了 现在的问题是怎么赢 而不是在这个时候落井下石 战喊率领精锐部队出生入死 英勇抗敌 都是为了我大金的霸业 早日完成 你有什么高招 尽管说出来 何必在这里说风量话 儿臣知错了 主意是我拿下的 我再说一遍 既然决定打就打到底 我大金勇士半途而废 会让人耻笑 伍珠 臣在 你的铁浮屠练得怎么样了 小有成就 你就等着大臣圈叫了 好 你待铁浮屠南向 接替詹罕大统帅之职 待我大金铁骑 一举当会照够老仇 臣遵命 他老是相当够的 他老是在地儿 你不能死 我成功 你不能死 不是 这位赛条 我可以死 你看 静点 是是是 你想杀了本帅吗 大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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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滚开 别烦我 来啊 大帅 你怎么来了 我来陪你喝酒啊 你看谁来了 哥哥 老子有没有欺负你 你的妹子 谁敢欺负啊 哥哥你看 她现在不就在欺负我吗 哥哥 你的伤要不要紧啊 不碍事 那好好养身体 你看物注来了 有些事你不用担心了 你别担心了 皇上是让你来取代我的 皇上让我 借替大统帅之志 命你 回境遥伤 山河锦绣 多少是隔流 花折柳湖 龙隔风楼 飞过悠悠 青山万里走 策马停遥 何处往深中 情难写 义难解 缘难留 云天高 赴名炮 装知愁 狼烟情 谁敢借我 到尽闻沧桑 狐马窗 是要荡尽 逃天拙浪 踏过风浪 烟情丝花成霜 为疯狂 一边只渡万里斩四方 逃过山 何方 终魂迈古他乡 不悔一场 启齿泪时柔肠 唱歌一曲 某天涯又相望 那眼睛 谁敢借我 到尽闻沧桑 不马窗 是要荡尽 逃天拙浪 踏过风浪 人情丝花成霜 为疯狂 一边只渡万里斩四方 刀过山 何方 装魂迈古他乡 不悔一场 琴齿泪时柔肠 尽忠一生 迷恋舍皆永不忘 心下传奇 琴时 担心 永不忘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